一句讚賞 當然對於消費者來說 他還可以是賣的更貴的標誌 嗨大家好 最近一週訪不過了一個四集 突然的降溫 突然的升溫 不愧是廣東 就差一首 本期來填一個之前挖過的坑 最近很多小伙伴 都遇到過F設計獎 紅點獎之類的產品宣傳 看一次兩次覺得 我很優很厲害 國際大獎 後面看多了就會開始懷疑 這玩意兒 怎麼感覺我上我也行啊 那今天 我們就和大家好好履一履 這些所謂的設計大獎 到底是優秀產品的代名詞 還是虛有其表的爛大街 首先來介紹一下 比較常見的世界三大設計獎 分別是德國F設計獎 德國紅點獎 美國IDA獎 當然也有一種說法是 日本的GMark獎 其實可以併入成為世界四大設計獎 德國IF設計獎 成立於1953年 由德國歷史最悠久的 漢諾威工業設計論壇舉辦 每年平一次 也被很多人稱作是 產品設計界的奧斯卡 關於IF設計獎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前段時間介紹過的 成光月血系列也在裡面 那其含金量如何呢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2019年IF設計獎 到底評選了多少件產品吧 從觀光上 我們可以得知 擁獲2019年IF設計獎的 共2027獎 數量上來看 可以說真的很多 如此多的入選產品 那評獎機構 岂不是純屬車的 當然我們要知道 在IF設計獎之上 還有IF設計金獎 這才是含金量最足的獎項 兩者的區分也十分明顯 因為金獎直接給你整成金色的標示 2019年只評選了65件金獎 而其中一件文具產品都沒有 縱光從誕生起的金獎記錄裡面 入選的文具產品只有兩件 所以要是哪一天 看到國產文具 哪個IF設計金獎 那是真的值得開箱並清除一下 那普通獎 是不是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呢 也不能這麼說 2019年榮獲IF設計獎的文具只有9件 而其中 台灣出品的HMM滑條筆 看起來十分有趣 加入了磁吸結構 讓你隨時隨地的滑筆 外觀炫酷又結啊 當然日本的這款花鉛筆 也顏值滿滿 我指的是它削出來的鉛筆屑 而其他還是有滿多我們熟悉的產品 比如卡扣的Ruma池子 德利的神力定數機 陳冠以及拉米 和紅點獎 同樣來自德國 於1955年成立 由威斯特法輪北威設計中心舉辦 同樣是每年一次 今年紅點獎的獲獎產品是5500件 比IF設計獎 數數多了一倍 這就有點過分 而且在2015年的時候 專門為中國市場成立了中國好設計獎 也難怪網上對紅點獎的偏見這麼多 和金獎一樣 紅點獎同樣設置了最高獎項 Best of the Best 2019年只有80件產品入選 入選機率只有1.45% 雖然偏見多 但是這大獎的入選率 比你遊戲裡面抽六星的概率小多了吧 很巧的是 2019年的紅點最佳設計獎領 居然有一款來自日本 Felix某的500色彩色鉛筆入選的 突然間有種欣慰的感覺是怎麼回事 由於所以誰買了這套500色彩色套裝 你就是我一輩子的好兄弟 而融獲2019年普通紅點獎的文具產品 也只有9件卡孔和成光又又又又酸酸入選 但是成光入選的產品是這套國翠書籤 我覺得這獎評的沒問題 裡面讓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 應該是這套的池子 而大多數的池子的設計思路不同 邊緣部分採用了圓角設計 你再也不能拿你的池子錯同桌了 而如果需要畫直角或者三角圖形的時候 只需要沿著內側的邊緣畫就行了 這個設計簡直神了有沒有 而最後再稍微簡單介紹一下美國IDA獎 它成立於1980年 由美國商業週刊舉辦 但是在光彎裡實在是沒找到獲獎產品信息 簡單搜索了一下 好像也沒啥文具產品參選這個獎項 行吧大家簡單了解一下就好 而日本的GMark獎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Good Desire Award獎 它成立於1957年 關於GMark獎 感興趣的小伯可以前往我們的專欄查看 有一篇文章專門介紹了這個獎項 所以在這裡也不展開介紹了 那節目的最後 其實獎項大家已經看到了 確實是有一種市場賣菜的感覺 每年交起來有成千上萬款產品獲獎 而一次獲獎是注意讓這些品牌和商家催好景 產品含金量估計也不會高到那一局 但是他們的金獎 最佳獎的入選率 確實也能看出機構為了保證自己的權威和公正 已就執行著非常嚴謹的評選標準 而往往入選了這些的產品 才是真正事實有設計的產品 相信我 在查找這些獎項產品的時候真的是尋寶過程 你能看到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產品 他們形態各異充滿了天馬星空 但是在興奮之餘 我又回到了一開始的思考 產品獲獎到底能證明什麼呢 它更多的支持一張獎狀 一張證明 一分自信 它可以是你購物的一項對比指標 但絕對不是你必須購買它的理由 只有本身質量夠硬才能站得更穩 購物如此 所有人亦如此 好了這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面內容 如果覺得對你有版主的話 不妨點個贊助支持一下 按讚和分享 我是社長 我們下期再見